天马行红,冲击时事,每天早上八点,一定收听榴莲台 我是阿妹黄中一,来自华人穆斯林学会 练人大头,我是凯明 自由高照,我是威尔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云顶呢,也能够感觉到了这个云顶的气氛啊 因为走到外面,大家都是灰蒙蒙的一片,整个就是很有气氛 基本上是比云顶还来得更多雾的感觉了 已经变成伦敦雾都,甚至可能超越伦敦雾都了 这几天,是,这几天呢,只要你走出户外 你马上可以嗅到一种就是烧焦的那种味道 而且呢,可能会让你的喉咙特别的不舒服 我们看到,我刚刚上了这个网页 就是马来西亚环境局的这个网页 政府的一个网页,就看到我们的这些指数呢 环境的这个空气细微颗粒的指数 就是API,已经Air Pollution Index 已经提高了非常多了 而且基本上在整个雪州呢 都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的水平 那吉隆坡也是一样处于一个不健康的水平当中 所以换句话说,整个Clan Valley,巴胜谷地区 都是在一个不健康的水平 那其中还有其他受到影响 还包括消耗月区是比较严重的 霹雳州也在我们学的雪州格林呢 也是非常的严重处于一个不健康的水平 另外,总之就在这个靠近马六甲海峡这个区域的地区 严格上来说都全部受到影响 除了槟城,槟城大致上都还好 除了一些地区可能就接近不健康水平 但是还算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呢 他们叫中等的一个水平 的确啊,这个算是我们马来西亚最无奈一个事情吧 只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源头那里来呢 源头当然就是这个在印尼那方面的这个灵活 那最近据说印尼的灵活其实是已经完全失控了 是没有办法,已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情况了 但是呢,虽然马兴两国都要求要去帮忙 或者说去协助扑灭这个火 但是印尼方面是拒绝了这样子的帮助的 他们是官方是表示说他们还是有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能力去控制这个火势 不会让它继续蔓延的 但是情况看起来 还是我们还是要受苦一段时间啊 他们拒绝协助这点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他们拒绝这种协助 虽然说会不会是面子问题 但面子问题应该暂时放一边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森林大火啊 它不是说你要控制就控制得了的 它是完全很难去维持 说把这个地区灭,把火灭掉过后呢 它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了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 而且你要去救火 你只能够靠飞机 你陆路是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区的 有一些是山路非常崎岖 甚至是飞上到深山里面去 它这种燃烧的方式呢 当你靠飞机去曝火的话 你飞机你能用得了多少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一直都没有 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这火事会每一年都出现 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 干旱 我觉得是干旱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烧巴的一个问题 对啊 算是人为的吧 人为这些难道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阻止吗 毕竟它已经是这么十几年来都一直这样了 那么是不是应该能够越来越进步的去解决这些事情呢 可能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不烧下浑身都不舒服吗 是,传统文化了 所以它就变成这是大家的一种习惯了 如果现在我不放不吸这个烟 或者现在没烟来 我还是觉得浑身不对劲的 吹上了烟影啊 这个叫做 我整体来讲 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迫害是很大的 包括旅游业 各种这些旅游业啊 还是餐饮业之类的 都是非常严重的影响 只能说希望在未来这个可以尽快的解决吧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是在大马的 这个小学考试 六年级考试 UPSR 最近呢就被爆出说 这个考题实在是太难了 完全不是小六神能够解答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东西还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啦 就有人说这个其实是 说它难它不会太难 主要是从这样子的考题 我们也看出现代的小学生呢 他们的应变能力 或者说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比较差的 比较差吗 你怎么从何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是专家说的啦 毕竟这个是不停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一个是KSSR KBSR 一个是属于填鸭式的教育 一个是属于比较培训这些思考 思考跟生活上实用的一些知识 那么问题就在于教育的过程 或者是在六年级的教育上来说 是属于填鸭式教育 但是考试的时候出现了 是这个思考型的这个考试 所以学生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确实也看了几题的这个题目啊 就有因为在报章上 甚至那个谁呢 魏嘉祥 他也是有放了出来 所以就看了一下前几天的报章 我就老实说 我真的也真的不懂怎么回答 他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对不对 你看一下他答案好像是模论两可 这个也可以 那个好像也可以 就看你怎么去评分 但是你这个不是做心理测验啊 你感觉上你看起来 他好像是在做一个心理测验 为什么呢 因为道道题都可以是答案 你选择A 可能你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有一个思考方式的人 你选择B 就这样思考方式的人 换句话说 当你出这种心理测验的题目 类型的时候呢 他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他只能够说 你答这个 你就是这么在思考的 你答B 你是这样子思考 但是他不能够说你错 或者你对 因为没有所谓的对和错 在心理测验当中 对吧 对啊 所以这东西可能 它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但是觉得 我就要在说是 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是很多东西 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知道社会上 有很多东西都没有 你可以有对和错 但是有很多时候 它是有争议的 它是需要思考的 但是面对考试 你可能就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说你可能就不能用选择题 你要用会问答 或者直接填一个句子 这样子你还可能可以评分 我有一点 这个我不太认同的 就是说考试 你可以给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你没有标准答案 首先我想问你怎么评分 你用什么标准来评分 是你个人建考官 或者是批改考卷的考官的个人标准吗 是很主观的一种意见吗 还是说你应该以什么标准来评分 对吧 因为你已经没标准了 那只能够靠我自己主观意见 我觉得好 答这样子的 这个人道德非常好 所以我给他比较高分 那另外一个 他答的这个东西 不符合我个人作为一个人的 这个标准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想法 那我主观意见 我就觉得他不对了 那搞不好这个人就是爱因斯坦 还是莫扎特之类 这种比较天才式的人 但是他的思考 一般跟普通人不一样 难道你这位批改考卷的考官 你就是一名天才吗 那也是一种糟糕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名天才的话 你看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 那天才就那几位 你就给那两三位高分 其他全部非完了 那怎么办 要进行这样的这个模式的话 可能就要完全打破传统的概念 可能就是分数 已经不应该是衡量标准的一个东西 他应该可能是判别你属于 你比较适合哪一个方向 你比较适合哪一个方向 与其是用评分 就是用分数来打一个标准 而不如说 可你分成几个类型 就是这一类的考生 适合哪一条路 这一类的考生适合哪一条路 但是整体来讲 这个还是需要整个教育制度的改变 而不是一个考试就可以改变的东西 是没错 所以这整个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这个教育制度 好像时不时又改了一下 时不时又做了一些更动 你让学生真的没有办法去适应 那你究竟要人家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 然后考试的时候 你要我用哪一种方式来去应答 那如果你说的 你要一个思考的 你以后希望培训 未来的下一代是比较思考模式的 他比较能有自己的组件的 好 那你教育方式 你肯定要用这种方式吧 那你考试的时候 你也有一个标准来评分 这个标准评分呢 是像你说的啊 可能是一种分类的方式 然后他可能会比较适合 你这一个建议是 因为毕竟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上到以前到form 3之前 就是高中 就在这个初中3之前呢 我们是没有选科系的 就基本上什么都要学 你什么P都从头到A到Z 你都要学到完 但是中3过后 你突然开始选科系了 那个时候 我老实说 在中3到中3或者之前呢 你很难去确定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是非常茫然的一个 是 你突然间马上就要分分析了 你说你要考 你要做的是Science 就是叫什么呢 理科或者是文科 我老天我全部都读完了 我怎么知道我喜欢哪一个 好像我这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或者我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你可能还 你只给我两个选择啊 那我能怎么办 你是不是有多 第三第四第五个选择给我更多 如果你要用这种考试的话 嗯 的确啊 所以这东西都是需要教育部去考量 其实不只是教育部吧 就是即使整套系统下来了 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在投诉 就是家长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新的新的教育方式 或者是这些新的教育方式 他们很多时候的效果 呈现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快 比如说今天我考试 我要学这个单子 然后可能现在的教育方式 他就是上次我们说到的 这个教育的 就是他会引导你去他的方向 但是他不会马上出现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反而是家长 阻碍了这个学生的 进步的这个教育方式 某个程度上确实是的 因为家长自以为是 大家都喜欢办这个专家 结果你把孩子送给一个专家 去教育的时候 你不相信这个专家 你自己还要办专家 来教育这一名专家 可却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啊 这个东西不值得吧 毕竟他是你孩子 损失的还是你孩子 所以我们说要看这个 这个呢是教育嘛 那我们来看的是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什么 就是集会啦 但为什么要大集会呢 这一次就在 916有一个红衣大集会 这个大集会呢 其实他的内刚 或者说他的这个理念呢 是改了又改 最近呢一直改到了 就是从呃只能呃不欢迎非马来人来参加 一直到欢迎马来人来参加 一直到现在是只是不不欢迎这个行动党的华人 所以是欢迎各族 就是不管是什么人 都可以进来参加去维护这个纳集的 问题 如何分辨一名普通华人 非行动党华人和行动党华人 这个可能他们有练过什么火影 静静也看得出吧 就是看身份证吗 身份证里面有写 我是行动党的吗 DAP 这样的感觉 还是说我脸上一看起来 这个人肯定是行动党的 马上就认出还是行动党 所以这些根本都是鸟话 完全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欢迎 如果真的是欢迎每一个民族来参加 那就欢迎就算了 你还限制什么行动党的人 还是什么党派的人吗 你这个不就是要一个怎么吗 怎么说 马人大团结 你一开始本来说马人大团结 现在你又改了 变成全民全民大团结 全民大团结就排除了行动党 就是行动党不是全民的 他意思是这样 但公正党一次乱党是 而且比较可爱是 就是欢迎全民一起大团结 然后去支持这个 支持维护马来特权 马来特权的宪法 跟各种这些宪法的作用 还有纳吉的这些消费税 还是纳吉继续留政政府 这样的一些做法 还需要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吗 就是马人特权到今天为止 有任何的团体成功的 去把它怎么说更改 挑战成功吗 没有 那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子 而且老实说也还真的不是 虽然不完全相安无事 还是时不时有人提起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但是有何有有有几十是成功过的 没成功过呀 所以干嘛还需要那么担心 担心些什么东西呢 但你反正这样子做会让人觉得说 目的到之后就是维护纳吉政权 并不是马来人政权 对啊 目前看起来他们还是不满意 这样的这个东西 他们还需要更强硬的手法 就是建议回复内安法令 这样子以后就不需要 就即使有Bursing 那么也可以通过内安法令 把一些这些人抓起来之类这样子的做法 如果是回复内安法令的话 内安法令的话 那我相信首先要抓的就是这一班红衣人 他们已经违反了 如果真的实事上来说 就全都违反了 先抓起来吧 你如果说要先你支持内安法令 首先你就不应该先做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你已经引起了国内的一些 大家的安全的顾虑 大家的这种不安 是不是 你按法令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安心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引起了恐慌 引起了不安 现在有很多在吉隆坡的商家 甚至已经贴了这个notice告示出来了 是说什么呢 可能当天不营业 可能当天会限制营业 可能会造成很多人都不敢下到这个吉隆坡去 那个时候 我告诉你 我家里的一些亲戚 还特地拨了个电话过来 跟我说 就是跟我们这边几个兄弟姐妹 还有一些亲戚就说了 就不要再当天出去 你可以想象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的 这种害怕的 那种害怕那种想象 这是一个事实 是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 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你说它会不会影响整个当天的这个经济的运作呢 会肯定会影响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谁能够确定这些人不会引起任何的一个问题呢 假设 我假设啊 当天有一个疯子 我不管这个疯子是马来人或者是华人 总之是其中一个族群 他有一个疯子出来了 对付另外一个族群 会发生什么事情 试试看想象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不是不是要引起恐慌 当初就是更早之前 那个513的事件事件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某一个 对有某一个人被殴打 甚至可能丧失了性命 这个另外一个族群的 这个这个这个人 就丧失了性命 结果就引起了 慢慢的延烧下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很可能突发窗窗出来 就完全是没有办法收拾了 对你会完全失控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大机会 为某一个族群做了这样子的诉求 有什么意义 是不是 他已经是 等于是说 干财 你缺的是烈火 你只要有一个导火线 这个火就好像印你的森林大火 一发不可收拾 对啊 大家现在烟埋又那么严重 搞得乌烟瘴气 是 大家情绪都很不稳定啊 都非常的浮躁 不过总的来说 我们还是 我们的警方呢 全国副警察总长呢 就表示了 他们会强力的去监督这个集会的 当天会出动2000人 一直维持持续 一直跟着这个集会的人群 一直到集会结束为止 所以警方是让当地的人 或者说就是 大家百姓都不要担心 因为警察会尽全力维护这个次序的 我们的警察会尽全力维护这个次序的 我们的警察会尽全力维护这个次序的